來一個告發 經過數個月的追查 起先在網路及夜市賣場 查獲一些小量的網點 然後尋現追溯上游 終於在台中及嘉義地區 查獲發現兩名大型的供貨商 便向各該管地方法院及檢察署申請搜索票 資金搜索 查獲彰性及增性的射程 查獲涉案的行動麥克風 高達930余支 估計侵權市值約一千 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左右 然後另外 要販售這些電信射程器材 就是行動麥克風的藍牙設施 藍牙裝備 必須要經過NCC的刑事驗證 還有商標局的審驗 本案查獲的行動麥克風都沒有經過 剛剛所述的指示認證及審驗 所以可能會涉及電信法的部分 所以可能在本案調查 調查到一段落之後 以送地檢組之外 另外還會再加相關的事件 疫情 這個基本採取 這兩名請問是購票嗎 他們賣了多少 然後總共 你們查問他們的金錢多少 他們調查多少 可以看這邊 這個大概是從去年 大概9月10月間開始接受到告霸 然後總共我們估計 已經賣出去的房品大概有兩千萬 然後清捲的市值大概有 大概有差不多兩千萬 他們賣的價錢是怎樣 我們查獲的行動麥克風房品有兩個型號 一個比較便宜的是K08 K068這個系列 他的贈品的價格大概是在 兩千五左右 然後房品的價格落差在六百余元 甚至到一千六百余元之間 然後另外比較 比較高價位的那個系列 就是K08這個系列 就是K08這個系列 他的贈品的價格 將近新台幣四千元 然後房品的價格大概是在 新台幣兩千五左右 他們是從哪裡拼來的 大陸那邊 我們大陸那邊就是跟 原...就是...不是原廠的那個工作商 那邊是... 就想可以看前面 他們拼來的賣多少 大概去年下半年到現在 我們要怎麼樣去注意他的那個... 政策 我們要怎麼樣去注意他的那個... 政策 他在開關的地方 有那個... 原廠覆測的那個商標的LOGO 然後... 另外那個... 商標名稱在正品這邊 這邊有... 這邊有... 這邊有打上去 然後房品這邊就沒有 然後背面這邊... 有一個... 正品這邊有NZC的顯示認證的編號 然後還有... 商檢局的那個... 那個標示 房品這邊就都沒有 然後... 原廠說明書的部分... 正品的部分... 它是使用管理中的密刷 然後... 然後... 原廠說明書的部分... 正品的部分... 它是使用管理中的密刷 然後... 原廠說明書的部分... 它是使用管理中的密刷 而且... 印刷的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簡單... 簡單... 另外房品的部分... 它甚至還有... 它甚至還有提供... 保修卡... 標榜... 它可以保... 它可以保護一年... 但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不是原廠的... 所提供的... 然後... 另外... 另外... Q8的這個系列... 右手邊... 右手邊這邊... 正品... 在正品的這個部分... 它有... 打出商標... 還有信號... 然後... 房檢的部分... 就沒有... 然後... 剛過來... 正品... 它的商標的印刷... 就是... 房檢的這個部分...